来自帝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安德烈 有着要找着地道丁面表辞500年的饭香酒 因为这家了解到到达饭酒欧社区 有这张饭香酒的丁几欧书 虽然说已经看不到这张500年的书了 不过外本这家不几年 就透过他的外皮到文字 将这些记忆来记录了来 出版一本500年后的这个外本故书 希望可以刺激附近来 输口人对着自然的态度达尊重 白顶一丁一丁的旧商品 是饭酒欧社区基民的生活基地 回想以前 老一般人还记得只有1500年的饭香酒 不过外这张酒没有老掉了 大家对老厨的印象也渐渐没记得 因为一棵老的树默默的在那边成长 其实很不容易 那它就这样死了 好像也很容易走出人家的记忆 那我这个故事其实是很想把 我们对老树的那个记忆 老树他那么努力的长大变老 我们要把它保存下来 因为来自帝国的文化 人类学者安德烈 要找一张500年的饭香酒 就这样开始 因为2003年的电影标杂 虽然他不是欧队出心 但是到这边这些心力 冲着这本500年的故事 非常简单 第一个是只要闭上眼睛 打开你的眼睛 打开你的心 就跟你的邻居 也许跟你的祖父母 听听他们讲故事 你可能很久没有听他们讲话 听他们讲故事 也许是你的邻居 从你的街坊旁边来的 他们可以跟你分享很多的故事 我太爱这个故事 我没有办法忍受他 如果把我把故事画坏了怎么办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我要自己画 我要自己画 然后我自己画完 因为真的就像你讲 我投注了很多心血 做了很多的研究 所以包括那种场景啊 整个这个画面的安排 我都花了很多心思 老手的故事 透过阴队人的卫筆 亲戚记录在卫筆里面 虽然少年一部的人 对老手都没实在 但是所以可以对着 都闻去试口人和祖连土地关系 这本书可以让我们记录 自己家乡的这个历史 那当然 透过这样子的一本书的传递 我们也很期待 在未来的岁岁年年当中 家乡的美好 需要每一个人 大家一起来守护 从今天开始到4月30号 我们希望 邀请云林县所有爱好绘本的 所有的小朋友跟所有的 长者都可以来看一下 杜六五百年丰树的绘本背后的一个故事 五百年后月份 杜月电缆 终于到六月份馆去行到四月底 四月十八号 各种一场月份收入行的画东 民众可以拥有参加 记得台湾从不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